哦 帕洛 什么 帕拉姐 叫我有事吗 有什么工作吗 先坐下 我有点事情想和你一样 好的 我想让你写点文章 放到专栏里 感兴趣吗 什么文章啊 是这样的 这期的菲尼斯达主题 是关于童话故事的配角 而且我知道 你毕业于儿童文学专业 对童话故事很感兴趣吧 所以我很想让你试着写写看 让我投稿到菲尼斯达吗 是啊 我想让你找到新的角度 可以把时尚 美丽 社会现象 或者容易被人忽略的角度 拿来写一篇有内容的文章 我觉得我可能不行 可能写不了 没有尝试怎么知道 我可以帮你检查的呀 我真的不太会写文章帕拉姐 然后就算写了 应该也写不好的 真的 试试也行啊 不过还是要谢谢帕拉姐 给我这个机会 哦 没有关系的 那下次好了 好的 谢谢 没事 帕拉姐 没事 帕拉姐 别再玩了 赶紧工作 好吧 吃饱了 撑的 跟帕拉姐说什么话 干嘛 为什么不尝试啊 你自己懂得也不少 童话故事也懂 时尚也懂 机会来了 为什么不尝试 因为还不敢啊 大哥 我做不到 还是算了吧 把你逐出帮派了 你连试都不敢试 走吧 需要时间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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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傅主编 不用逃跑 我不谈那件事了 你知道在希腊神话中的 卡伊洛斯之神吗 什么 二十七月 卡伊洛斯是机遇之神 你仔细看一下 她的双脚永远是行走状态 因为机会不会停留太久 而她有翅膀是因为 机会随时可能会从我们手中消失 但她前面的头发很长 因为她希望看到机会的人 可以抓住机会 很可惜 如果机会来了 却就这样溜走了 却没有抓住她 图书馆要关门了 啊 啊 蛤 哦 好可惜 啊 如果机会来了 却就这样溜走 却没有抓住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今的现实世界真的太残酷 如果每个人能逃离现实世界 去到想象中的世界 为治愈心灵 不论是谁 不论受过了怎样的伤害 不论有多孤单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童话作家 因为我想要用我自己想象的世界 来治愈和鼓励每一个人 追不起来 好吧 帕拉姐 我整理好了我们专栏要写的文章样本 还有一些相适配的写作思路大纲 你拿去看吧 哪里有不懂的来问我就行 怎么知道的 太谢谢了 帕拉姐 但你要写得不好我可不会发表 是 我就知道没想错 为什么我就没有中过彩票呢 哦 我没买过彩票 我也觉得这个方案可惜 你们做好之后过来给我看一下 老板 在做造型吧 老板是在干嘛呢 傅主编 傅主编 没什么 就随便抓一下头发 哦 你看我就说吧 猫猫猫猫猫